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从上头来加给我的那一份神的祝福 所以你要得到有幸福的生活 一定要有一些幸福之道 所以在这个礼拜我们谈到爱 我们谈到火热胡适神 我们谈到祷告 我们也谈到要善待人 实际上去帮助人 我们也谈到如何跟人有同理心 今天我们要谈到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约束 不要自以为聪明是在十六节 倒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志气高大 这两个字把它放在一起好吗 志气高大跟志以为聪明 志气高大就是里面有一个骄傲 我很行 我比别人好 我讲的比别人聪明 所以志气高大 他就不愿意去清净那些卑微的 不像你那么能干的 不像你那么有成就的 你就轻视他的一种心态会出来 这就拿起了你幸福之道 你不会感觉幸福了 你是被骄傲占领 骄傲占领的时候会产生不满 很多不满会出来 一个充满不满的人 他不会有幸福的 不会有快乐的 上帝让我们恩赐不同 能力不同 但是他要我们谦卑 要谦卑 欲有能力的人 他欲显出谦卑 他里面的喜乐就真正能出来 辅救卑微的人 辅救是什么意思 你谦卑下去 站在跟他同样一个层面 你就不会高居在上面 讲话傲气 说话凌人 这是多么苦的人生啊 虽然有钱有事 但没有幸福 没有快乐 所以包罗说得很对 不要自欺高大 导要辅救卑微的人 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他为我们降世 成为卑微 为我们成为人 成为仆人 成为死 死在世家上 辅救卑微的人 主愿意为我成为卑微 我们有何不能呢 当你有成就的时候 你看看中人给你的头衔 也看中你的头衔 有没有被提出来 有没有被尊荣 假如你要学习谦卑 你试试看 当你做得很大 但是你却没有显示你的骄傲 这是幸福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我懂得比你多 为什么夫妻会有这么多问题 就是今天讲的这一些 就是在婚姻生活最大的阻碍 志气高大 骄傲 然后自以为聪明 以为你的配偶 比你没有学问 比你没有才能 比你没有赚钱的能力 你就轻视他 你就用话卑微他 这种人怎么有幸福呢 没有的 幸福是来自你越卑微 越迁就越谦卑 你谦卑你就有感恩 你在神面前越感恩 你就有幸福 一样的 夫妻当中越感恩 感谢对方 你就越有幸福感 幸福不是外面来的 幸福是你里面 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感恩而产生的幸福感 上帮 上帝是我们的 阿爸父 阿爸父很爱我们 你只要对他 很感恩 你就越会想爱他 你的配偶一样的 各方面能力可能不同 但是你有感恩 感恩他成为你一生的伴侣 感恩他愿意为你尾身 来扶持 而你们对父母也是一样 求主祝福我们 恩主我们感谢你 帮助我们 不骄傲 能够谦卑 不要自以为聪明 自己才会 主啊 这个骄傲是幸福的阻碍 求主 拿走我们这些骄傲的心 看自己比别人不如 因为一切是由神领受的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